美艳女下属设下圈套诱惑高级领导 黑心腹伤未得到地皮 贿赂政府高官 任何白日梦都可以被这个神奇的团队实现 今天某位给大家讲一部喜剧电影 私人定制之性本善 范叔是个给政府领导开车的司机 因为看到好几个领导被抓 他特别不理解领导为什么不能好好当官 于是他找到私人定制团队的小白 表示希望能体验一把当大官和面对贿赂的感觉 为了能让范叔好好体验到当官的感觉 团队特别为他找到了一个接待过很多领导的疗养院 此外还给范叔量身定制了一套中山装 别说这眼镜一戴茶背一端 还真有些当官的味道 随后团队的小郑正式介绍到 现在范叔就是领导 他和小白就是领导的下属了 为了更好地体验当官的感觉 几人带着范叔观看了文艺晚会 体验了通宵查阅文件还有接待外宾 让范叔觉得自己是相当神奇 这一天范叔正在批阅文件 突然来了两个老家亲戚 原来这两人是过来求范叔办事的 可是两人带来的都是一些农产品 结果范叔很生气 质问这种贿赂谁拒绝不了 没办法 为了客户有更好的体验 团队只好安排更高级的贿赂套路 这一天下属小郑带着范叔来体验和富商接触 在饭桌上众人吃着高档的料理 谈笑间富商送给了范叔一盒月饼 可他并没有接受 还说自己不收礼 小郑说月饼不爱吃也没关系 可以先打开看一下 范叔打开一看 盒子里装的全是钱 这让他立马变了脸色 没再说出拒绝的话语 随后富商笑着 开始和范叔谈起了项目 说到有一个养老院的项目 希望范叔能帮忙弄块地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范叔马上翻了脸 打开月饼盒 拿这里面的钱就砸向富商 这下他体会到了自己领导面对的诱惑 然后不禁感叹到 假如自己真是个官 可能还拒绝不了这样的诱惑 次日在游泳馆 团队的小路扮演着范叔的下属 美丽的小路对范叔那是百般体贴 各种诱惑让范叔差点经受不住 好在他及时制止的小路 还严厉地批评了他 修奋的小路一下子跳进了泳池 还说着没脸见人要自杀 吓得老范赶紧跳进水里施救 两人亲密接触的一幕 被过来的秘书看到 这下老范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一群人围过来的时候 他才知道 这一切原来是早就安排好的 经过几番体验 范叔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上级会坐牢 直呼当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是啊 手握权力的时候 人会受到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 只有保持本心才能够远离牢狱之灾 沐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尾 咱们下期再见